本来想晚一点再告诉你 你 因为你一个月前 发了一条动态 我知道你每周六 都会去设计俱乐团 我连续去了两周才遇到你 因为犹豫没有第一时间 告诉你真相 后来比赛你能来 我真的很开心 其实 我早就想见到你 我知道你喜欢吃葡萄 讨厌生酸和香菜 你的名字是 秋天的最后一个月 你的生日是十月二十八号 你喜欢一切毛茸茸的动物 尤其喜欢猫 原来你 原来你真的安领我这么久 你好好看看 我是谁欺负她 季初姐 季秋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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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 周月 认出来了 你真的是周月 季秋姐 不可能啊 她小的时候就 就这么高 同龄人里面就她个儿最小 但是你 而且你不是出国了吗 我刚回来就在季秋姐面前赚一个 你一次都没认出来我 我有一点神奇 还不是因为你的变化太大 我说话不经过他 脑袋 你随向有爱你的多 我咋都不像 我都二十多岁 你还把我当小孩的媳妇啊 再说了 我为什么不能变 你小时候那么凶 现在 这么苏女 跟我商量过吗 一千 走 还要跟你商量啊 怎么 我以前不苏女吗 二十都怎么了 你瞒我这么久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是是是 我的错 对了 你怎么改名字了 你还没说 你是怎么学的设计呢 而且这么厉害 还有啊 你不是出国了吗 怎么突然又回来了 那你现在回来了之后 以后还要再回去吗 那你爸妈怎么样了 这么多问题 我一块回答没有 那我给掌声 坐下